您好 各位好 我是歐可欣 我的導學是知恆 我本身是一個公立醫院的西醫 道家來養十三宮 學習如何用你一個方式的運氣 發聲學習如何放鬆自己 如何活骨 讓身體活化 還有很多不同的工法 很全面 全身所有器官都能照顧到 講講其中的一些感受 六字真言 那六個字 我一直都不知道為什麼 真氣 我學了這一部分是很有共鳴的 可以透過聲音 而動用到我的器官 甚至是五行的氣 都覺得身體的心肝脾肺腎 強壯了 氣也足夠了 我現在很容易感應到他們 另外 其他裡面有很多工法 令人的氣 會越來越強 越來越充盈 成身都充盈 有一些工法 包括拍打自己的身體 經過師傅 悉心的教導 和解釋 明白這個原理 也懂得學會拍打自己身體正確的部位 也明白了自己身體 如何運作 如何感受它 如何令它氣要充盈 如何令它健康 其實練習了這個功法之後 人的氣更加充盈 你更容易知道如何令自己充盈 一分鐘正常 可能四至六下呼吸 即十幾秒一下呼吸 我們練完之後竟然可以一分鐘 甚至有師兄 兩分多鐘一個呼吸 是一件很驚人的事 因為其實沒有經過訓練 其實真的不會把呼吸 可以這麼長 但呼吸長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你身體用氧氣 或者身體用得好些 你不需要靠不停 很快地呼吸 去做到我們 每個人都有很大的得著 另外有師兄 都會感受到自己的關節 甚至自己的不好的病 也會減低 有一次我們最有感受是學拍打 我們以為就這樣拍 其實當然不是 拍完之後 你連身體 原來大家要吃藥才能排到的宿便 甚至是一些不好的東西 腸部都可以很輕易地排出來 宿便就算你正常有大便 沒有便秘都有 因為你總有一些廢物 黏在腸部裡面 正常有些人檢查做胃鏡 經常有腸鏡射藥 希望將那股宿便 隔出來 讓他檢查時可以看到 原本的樣子 一個人要這麼辛苦 才可以清潔 甚至可能也不能清潔 有些坊間 有些人可能用其他方法 來灌腸 這樣才可以做得到 但是這個功法 運氣和柏達 就可以令你做得到 這些是一些廢物 你貼在這裏 貼得久 腸部便不健康 所以清潔得到 是非常好 其實以上的功法 如果你的氣不充盈 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所以第一 令你的氣變得充盈 你才有機會去做其他 它裏面的步驟 令你有其他得著 例如你抱完道癮是很舒服的 因為你混一個氣 你採捕一個氣 令到自己的身體 可以得到量 一個是很舒服的狀態 以及可以排走一些病 一些不好的氣 腎是一個很難感覺得到它的氣管 也不要說運動它 其實你連感覺它在哪裏 都不容易 運動更加不用說 它在一個位置 基本上很難運動到 我們其中一個工程 是故意針對腎去做的 連連下你會知道它在這裏 知道它是怎樣 你會感受到它 以及可以給它能量 令到它熱些 令到它的血氣是好些的 當然你也少變 排毒方面也會好些少 因為你會運動它 令它的血液循環更好些 另外還有其中一部分 就是專心對你下陰的肌肉 這是一個很好的工法 因為正常你不會去用它 也不知道怎樣用它 所以有些人可能年紀大了 那個位置會下垂 有些人會失禁 對於任何年紀 這個工法其實都可以幫到 所以是值得推薦的 但是你會找到 你會找到 你會找到 那些工程 是可惜的 你會找到 那你會找到